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我们用了一个EL入弧的实时或者理线的入弧能力 然后LCS是我们内部的一个日日采集工具 然后数据入弧之后用户可以通过flink或者spark作业 然后去做一些二次的数据加工开发 最后是通过OLAP引擎做一些数据分析或者是生成报表的一些工具 这是我们整体的一个数据开发的平台一个架图 然后在小米内部做数据集成 因为我们用的是一个自研的数据集成引擎 没有用开源的社区 这块是因为有一些历史遗留的问题 就是可能我们早期在做这块的时候社区还没完全开源 所以就是早期是自研的一个产品 然后迭代到现在我们已经不太好的去做一个这样的转型了 所以就是我们一直一条路走到黑这种一个场景 然后在小米内部做数据集成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小米的场景比较多 覆盖了手机、IoT、汽车、新零售、互联网、业务、广告等等 然后那个业务的复杂性会带来它的那个业务的场景多 会带来它的需求的复杂多样性 然后小米内部的那个在线业务场景 它的数据库选行是非常多的 然后数据库的类型多 它会带来一个问题就是不同类型它之间的那个协议的兼容性差 然后数据类型的那个兼容性差 然后以及包括它们所能提供的能力是不统一的 包括两个相似的数据库 它所能提供的能力是可能有比较明显的缺陷的 不一样的那个影响 但是我们在做数据集成这块的话 就要尽量去屏蔽这些细节 然后给用户提供一个那个统一的简单易用的那个数据集成服务 另一方面就是那个隐私安全这块的问题 因为小米的那个数据业务也是遍布全球多个国家 所以在这块做数据同步的时候 需要注意一些隐私安全合规的问题 在同一个区域内如何避免数据泄漏 如何管控高等级字段的隐私安全 然后在不同区域之间如何管控那个数据的流的流向 然后这块是哪有些安全法的一些规定 然后最后就是数据质量这块 长时间用行的一个数据同步任务 如何保障这个任务的稳定性 尽可能的避免外部操作对这个数据同步任务造成的一些影响 保障数据的时效性和准确性 也是我们这边重点关注的一个工作方向 基于上述种种需求 我们构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数据集成服务 最上面是一个原数据服务 负责各种数据员的接入管理 以及认证健全等工作 左右两侧是我们接入的一些数据员 包括在线业务的一些OLTP的数据库 以及右侧偏护仓体系的一些分析性数据库 中间是我们的那个集成引擎 我们这块是基于Flink来搭建的 借助Flink的能力 我们可以在同步过程中 轻易地做到一些买点监控 然后基于这些实时上报的买点 我们构建了一个实时的数据对比的一个系统 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服务体系之下 我们的集成引擎 具有一些这样的一些特点和能力吧 首先就是引擎的统一 在这个统一引擎之下 我们统一了数据员的接入方式 在已经支持了多种数据员的情况下 我们这个时候要再接一种新的数据员的时候 它可以很快地和现有的数据链路完成一个打通 尽可能地去屏蔽多种数据员的一个异购的一个状态 另外就是那个 因为我们是基于Flink API来搭建的 所以我们就是天然地支持一些流批转换的一些能力 另外就是做数据集成不可避免的就是一些全能量一体 包括Sigmaolution这样的一些能力 另外的话就是在数据质量这块 我们借助了实时上报的买点 我们可以进行实时的数据的对比 然后监控 然后我们也提供了一些离线的数据对比能力 当我们发现数据不一致的时候 我们在平台上也给用户提供了一些 一键数据修复的一些能力 然后目前在小米内部 然后在现在接入到我们这个集成引擎的数据员有14种 然后线上的任务有4.8万个 每日通过CDC采集的Blog数有132亿 其中实时同步入户的数据量有28亿 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内部的集成的一些能力 首先就是这个统一的原数据服务 在小米内部所有的数据员要接入到这个开发平台的时候 都是需要通过审批 然后完成那个数据员的接入 这块审批由业务来做 审批可以尽量的管控这个数据的接入 是安全合规符合业务的同意的 然后另外就是在那个数据员接入到我们的原数据平台之后 我们的原数据平台会去直接对接各个系统 然后拿到这个数据库的一些访问信息账号密码 这样的一些原数据信息 然后为这个数据员生成一个唯一的catalog 那么这个数据员下面的所有表 都就形成了一个唯一的资源标识 就是catalog.database.table这样的一个三元组 来标识为一个表资源 然后我们在这个原数据服务 就可以拿到这个数据库的所有访问信息 包括某个表的具体的一些schema的一些信息 这样做的话就是用户在数据开发平台的时候 它就可以不用去关注数据库的连接信息 直接通过原数据服务的API 去做一些读取或者写操作的API就行了 然后也从原数据的角度 也可以既可以屏蔽这些复杂的细节 也可以保障那个连接信息是不出现泄漏的一个情况 然后对于内部的引擎 包括我们的集成作业 然后包括flink spark这样的一些引擎 它直接去对接这个原数据服务 然后去拿到数据库的访问信息 然后账号密码以及那个表的schema信息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表单的形式 用户点一点就可以创建一个表 或者是构建一个集成作业 然后用户通过表单生成的一些配置 我们会传到一个模板的架作业里面 然后把这个架丢给flink去运行就行了 这是我们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情况 然后引入这个原数据服务之后 最直观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那个circle会变得非常简单 在以前如果因为我们整体是基于flink circle 所以我们对标一下flink circle的一个效果 如果是以前用flink circle去做一个同步的话 用户需要去用create table去填充这个表的schema信息 填表的那个连接信息 以及表的账号密码 并且这个账号密码是名无能行事展现出来的 然后如果权限做得不是很好的 它会有些安全的风险 然后现在接入到这个原数据服务平台之后 我们直接selection from catalog.derabase.table 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原数据服务中拿到这个catalog 它的那个连接信息账号密码 这块circle里面是看不到的 另外就是这个表的schema信息也是自动填充进来的 用户可以用一个很简单的circle 它只要拿到表座标它就可以去执行一些查询 然后大大的降低了那个用户的开发的门槛 这个时候我们再去做数据集成的话就很简单了 用户只需要在命连行输入一条circle insert into select from 这样我们就构建了一个简单的数据集成任务了 然后如果用户连circle也不懂的话 我们还是提供了一个数据集成的平台 用户可以选原表目标表 选完之后会自动地做一些配置 然后极大的降低数据集成的一个使用门槛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binlog同步这一块我们做的一些事情 FlinkCC在同步Mycirclebinlog的时候 它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FlinkCC要直连到一个物理重库上面去 拿到填实力的IP端口信息 这样存在一个问题就是线上集群一般都是一组多重架构的 然后Mycircle的DBA可能对Mycircle做很多用为的操作 比如说它可能会执行一些把一个集群拆成两个集群 把一个DBA从这个集群拆走诸如此类的一些业务需求 可能是业务团队他发现这个库的负载达到一定的瓶颈了 他要做一些用为操作 他会对这个库进行一些变更 这样会影响我们的CC任务 这是一种DBA团队主动用为造成的影响 另一种客观存在的一些影响就是从库它有可能当机 从库所在的机器IDC机器可能会出现一些过保的情况 然后需要去替换这个机器 都会导致这个IP不可用 为此避免对那个binlog采集任务的频繁影响 我们这块和DBA团队共建了一个高可用的自动路由模式 由DBA团队去实时维护这个Mycircle集群的实时状态信息 并以接口的形式返回到给我们 我们拿到这个Mycircle的集群状态之后 从中自动选择一个可用的从库 然后去同步binlog 当这个从库发生任何问题之后 我们这个CC任务断开连接之后 会自动地去掉这个接口 去拿到一个新的可用从库 因为那个CC它同步是支持GTID断练续传的嘛 只需要确保这个集群开了GTID 我们就可以任意地在这个集群里面去做一个从库的切换 这是我们在binlog同步这块的一个内容 然后就是那个分布分秒这块的同步 在那个FlingCC它本身是支持整库同步的 我们只需要在做那个反序列化的时候 去填充一下database name和table name就行了 但是早期的FlingCC的那个Circle API 它是没有支持这个能力的 早期的FlingCC又去走FlingCC的话 它只能一次性同步一个表 那么它带来的问题就是假如说我有个分布分表 这样的话我就需要去生成很多张 生成很多个Circle 对每个表建立一个连接 然后执行一个unile 这样的对那个资源的利用率会有一些影响 另外就是每个表建立一个连接 会对MyCircle的负载的也产生很高的一个影响 这样就不敢去开那个并发了 一开并发 MyCircle负载会打得很高 会被DBA找上门 然后我们当时就是在那个CC这块去做了一个原数据的填充 在同步可以基于一个配置 自动的去把database name和table name 我们这两个meta的字段给填充上去 然后这样的一个场景下 我们那个分布分秒同步的话就是一条Circle 同步一整个MyCircle实例 然后其中会携带那个database name和table name 这两个信息就可以了 当然这个feature现在在flinkcc的正式版本已经上线了 所以大家直接用就行了 就不用太多关注这个feature 然后最后的话就是关于我们小米内部那个数据集成的一个定位 就是我们以前是专注于做那个镜像同步的 不管是实时还是离线 我们都更多的关注是做一个EL的能力 然后随着那个技术的迭代 用户对那个ODS层数据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 然后向集成提供一些清洗转换的能力 然后也包括那个Citano社区提出的那个ETLT的概念 所以我们也适当地做了一些能力的扩展 就是我们在我们的集成引擎上支持了UDF UGTF的一些注册能力 我们会内置一些简单的数据转换方面的一些UDF功能 然后配合上flinkcircle 延伸提供的一些内置的function 或者是cast这样的一些语法 然后我们可以实现一些简单的数据类型转换 数据自断的直转换 然后包括一些默认知填充等等功能 然后提供给了用户 然后这是关于EL这块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数据同步的质量工作这一块 我们的那个binlog同步这块我们没有直接沿用flinkCC 因为flinkCC它是一个pipeline的模式 直接source到sync 然后中间就没办法拿到那个binlog的原始数据 但是在除了集成场景下会去同步那个binlog 可能用户还有一些其他的自定义同步binlog的一些需求 所以我们是把flinkCC改了一下 就是先跑一个全量去同步所有的数据 然后增量阶段再去把binlog写进到消息堆裂里面去 然后既可以供集成使用 也可以供其他的业务的其他需求去做 然后在binlog同步这块的话 这样一拆的话就会衍生出一些问题 首先就是那个消息堆裂 它固有存在的一些消息可能会丢失 然后消息可能会乱序的一些问题 然后另外就是syncMile流行这块 可能就是如果没能及时同步到下游的话 可能会导致数据的内容去缺失的 然后就是如何对用户保证我实施同步任务 数据是完整的 数据是一致的 这也是我们重点关注的一个工作内容 然后关于消息堆裂这一块我们的一个做法就是 首先我们简单的就是把那个消息堆裂的 partition 分区数设置成了一 可以保证这个消息它本身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顺序性 其次就是那个消息堆裂它本身在失败重视的时候 可能会引发一些乱序的问题 然后我们把那个失败重视的那个缓存对立的buffer 设置成了一 然后在这两个在这两个配置的加持下 那个消息堆裂的通通会急剧下降 所以我们就又去牺牲了一些成本换一些效率 我们把我们的topic设置成了一个database级别的 也就是一个MyCircle实例下的一个database的所有blog 会写到一个blogtopic里面去 所以一个MyCircle实例可能会对应多个blogtopic 我们是通过增加blog的数目来提升消费能力的 然后对于SKM这块能力 我们就刚刚那位老师也讲了Santana社区对这块的一个解决方案的思考 然后我们自己内部做的比较简单 我们其实就是在消费blog的时候 收到Altra Table的语句的时候 主动抛出一个异常 抛到集成作业检测到开启出这个异常之后 直接触发一次重启 因为我们的增量同步blog阶段是一个死循环 直接去消费blog 然后收到exception之后 我们就重启 重启完成之后 会先执行一次schema对齐 直接去拖圆表的schema 然后去对Mobile 执行一个Altra Table的操作 然后去完成我们内部的一个schema流行的实现 然后另外在我们内部做schema流行 还碰到一个特殊情况 就是DBA团队 因为它在线上去做MyCircle的DDR的时候 它不是直接的去对线上表去做操作 因为这样可能会导致一个锁表的问题 所以DBA团队是引入了一个ghost的一个组件 在ghost上去产生一个onlineDDR的变更 然后ghost的组件在做变更的时候也比较简单 它就是会把原表copy出来一张ghost表 然后在ghost表上去执行Altra Table 然后Altra Table完成之后 再去把原表的数据写到那个ghost表 然后最后再用那张ghost表去替换原表 但是它存在一个最大的问题 就是它的Altra Table的操作是对ghost表来执行的 而非原表来执行的 所以假如说我们只关注原表的schema DDR语句的话我们是感知不到任何的变更操作的 但是实际上它已经完成变更了 所以就是我们在CC去消费那个binlog的时候 还需要对那个binlog做一些适当的清洗重写 比如说对ghost表产生的Altra Table 我们要把它重写成一张对线上表的Altra Table 所以我们可以从binlog下发下去 另一方面就是从table往ghost的表去写 那个拷贝数据会产生大量的binlog 这部分binlog不是我们关注的数据 所以这块我们也会直接丢弃掉 然后这种方式去做schema路线 它存在一个小小的问题 就是因为我们相当于这个时候我们的sauce 相当于就是一个消息对裂了 然后做schema路线的时候 我们任务会重启 重启完成之后 就会从那个上一次的chill point 再来启动消费 然后这样就会导致部分已经处理过的数据 会被重复处理 然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嘛 然后我们就是在收到那个变更事件的时候 我们先触发一次chill point 然后让任务把当前的状态都给记住 然后下次启动的时候 就直接去消费新的数据就可以了 这是在schema路线这块做的一个小优化 然后另外就是监控这块 就是如前面介绍的 我们在mycircle to iceberg 这个实施同步的一个场景 我们是flank.cc 读mycircle的binlog数据写到消息对裂 然后这里tellos是我们内部的一个消息对裂 大家可以直接对比卡夫卡就可以了 然后其中最去消费那个消息对裂的数据 写进sblog 我们会对flink的sauce和sync 以及集成的sauce和sync 这两块进行一些买点上报 对比这两个两组数据的输入输出值是否一致 来决定数据是否有丢失或者延迟的情况 然后这是实时的对比 然后离线的对比我们也提供了一些schema的对比 然后表的数据量的对比 一些表的数据内容的对比 然后关于第一个就是那个实时的数据量对比 就是如前面介绍的 我们在cdc的sauce算子 接了一个watermark 然后以binlog的产生时间作为even time 定时的去上报watermark 并且我们在解析binlog把它发送到消息对裂的时候 我们会把这条binlog的它的database name table name 以及这条binlog的even time 放在消息的header里面去 然后这样在消息对裂的生产者和消费者 他就可以去拿这个header来拿到这个binlog的even time 来完成他们自身的metrics上报 然后以及在往sblog写的时候 也会从flink的stream record里面去提取even time信息去完成一个上报 然后我们的监控系统就会对比这两种数据的输入输出值是否一致 来判断是否有数据丢失的问题 其次就是在离线方面的一些对比 我们支持了三种方式的对比 首先就是sigma的对比 对比原表和目标表的字段是否一致 然后包括字段个数字段的名是否一致 以及字段的类型是否是兼容的 然后在count对比这块的话 就是直接对比原表和目标表的count信就可以了 然后另外就是在封封表场景下 还需要对原表做一个unail的操作 然后另外对mysirco直接查询表 可能会有一些慢查询的影响 所以就是也支持一个自定义对比范围的一个操作 然后另外就是那个content 那个数据内容的对比 sigma完全一致的情况下 count完全一致的情况下 如何去解决那个消息乱序导致数据 最终值不一样的情况 我们提供了一个content的对比 然后这块做的话 我们是直接去计算了原表数据和目标表数据的哈希值 算了一个MD5签名 然后比较两个MD5码是否一致 不一致的话就说明有数据不一致 然后并且当不一致的情况下 我们还会去做一些采样 拿出来给到用户看是哪些数据不一致 方便去判断这样的一个影响和排查问题 然后这就是我们一个大概的一个效果图 上面左上角是基于那个血缘 然后展示的一个链路图 然后过程中我们会记录一下 那个binlog的一些审计情况 insert update和delete的一个数据调数 然后左下跟右下两张图 就是我们在单公单表和封公封表场景下 我们那个链路监控的一些 那个数据流出调数的一些监控指标 然后最后就是那个 当我们发现数据确实不一致情况怎么办 我们给用户提供了两个 两个数据修复的工具 然后第一个就是比较简单 就是一个重做 然后重做是怎么做呢 其实也比较简单 我们是基于flink任务来的 我们就直接把任务停了 把目标表的数据全删了 然后把flink的状态也给删掉 然后这个时候去重启任务就行了 相当于是完全从头来一遍 然后缺点也很明显 它会去清空目标表的数据 可能会对下游的消费造成一些影响 然后另外我们提供了一个 数据校正的能力 和重做它最主要的区别就是 也是先停任务 然后在第一个阶段 我们会用merging2去删除 目标表比原表多的那部分数据 因为可能有一部分的delete事件丢失了 其次就是再执行一个up cert 去用原表的数据去更新目标表数据 可以把丢的insert 丢的delete或者乱序的delete 这些数据给修复照 修复完成之后我们再 执行一个重启就可以了 因为重启之前 My Circle 跟 Iceberg 它们之间的一个快照 是完全一致的 所以我们只需要找一个合适的时间点 去启动增量的blog消费就行了 这块和 Flink City 那块是比较类似的 然后这两种方案的对比的话 相对而言比较丑陋 它会清空数据 但是它其实挺好用的 大部分情况下 它是作为一个兜底的方案给到用户了 虽然用户不太喜欢这种解决方案 用户更喜欢数据校正 然后他不会去清空数据 可能对下游表 不管是同步任务 还是下游的一些看板 它可能比较友好 但是我们在实践的过程中 我们发现去做数据校正的时候 可能过程中会 当那个MySQL表的数据量特别大 然后以及那个Iceberg的分区设置的 不太合理的情况下 数据校正 一个是时间很慢 另一个是它会对那个Iceberg表 产生非常大的那个Delete Fill 然后导致那个Iceberg 没办法正常地去做Compaction Iceberg一旦做不了Compaction的时候 Olep那种像Spark那种引擎去查 或者Presto引擎去查的时候 它就会一直OM 然后就读不传 所以最后还是去Doti做重做 但是整体而言 这两种方案其实都有很大的改进空间 我们也在尝试找一些更好的做法 然后我们给重做提供了一个简单的Doti方案 比如说上面这条链路 用户在同步Iceberg的时候发现数据有丢失了 但是它又不想去删这个数据 然后校正也不太适用它的场景 那么它可以给下游提供一个视图 然后视图当前阶段是读的圆表的数据 然后这个时候再另起一条链路去跑一个新的集成任务 去把MySQL的数据同步到Iceberg的另一张表上去 等这个任务同步完成之后再去做一个View的Change 然后就可以也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在下游无感知的情况下 完成了一支数据链路修正 当然这块它的主要的缺点就是这个方案 因为给下游提供的是一个视图 然后它就不太适合那种实时数仓那个产品了 然后因为它没办法去消费这个View的CC了 然后所以更倾向于是在一些那种离线的素仓的建设过程中 用这种解决方案吧 然后最后就是我们的未来的一些工作计划吧 首先就是那个OnlineGDR这块 我们在那个单单表这种场景下 提供了一个我们自己的解决方案 但是在分布分表场景下 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方案 就做到那种不冲不漏的一个方案 因为分布分表它的表非常多 然后它的LX语句是不能保证它是没办法控制它的到达时间 然后可能会对那个Blog消费这块或多或少产生一些影响 我们也在探索这块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另外的话就是刚刚提到的重做和校正 两种方案都是基于整表整个任务去做乘坐的 我们也在考虑提供一些更轻量级的数据修复方案 比如说分数秒场景下我只修正某一个数据库或者是某一个database 甚至某一个table的数据 然后或者就是说我在重做和修正的过程中 我基于某一个时间点范围或者说基于某个字段的range 我去做一个轻量级的修复 这块的方案我们也在做一些探索尝试 然后另外就是实时作业这块的话就是如何去做一个资源的弹性调度 这块包括Flink社区也是比较关注这块资源弹性的一个设计 我们也希望在我们集成引擎这块把资源的弹性给做得好一点 达到降本吧 然后第四点的话就是因为我们前面提到我们数据集成的门槛使用的门槛相对比较低的 然后最后就发现有很多不太懂不用说不用懂Flink集成这种的 可能连Circle都什么都不懂的用户都会来用这个任务 然后一旦失败之后对用户而言就是一个盲盒 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弄 然后就会极大的提升数据集成开发的维护的成本 然后我们这块也是希望接入AI来对日志进行一些分析 然后自动的生成一些合理的诊断建议去给到用户 目前有一些基于规则的诊断建议 然后略有成效吧 后面也是不断的在这个方向去做一些探索 然后最后就是那个Blog消费这块 我们前面提到的我们是单分区的Blog 然后单分区的那个Blog Topic 然后带来的影响就是他下游消费时 只能去一个并发去读这个Blog 然后很大程度上会去限制它的一个并发的可行性 然后这块我们也会去优化一下这块 然后比如说是给那个数据按照多个分区之后 按照它的表明 Database加表明去做一个Kibag 或者说甚至直接基于主件去做一些Kibag的操作 来给到下游消费 主要是这些 然后以上就是我本次的全部分享内容 谢谢大家 关于孙老师 小米思老师 大家有没有什么想问的 有没有问题 我刚才看我们那个里面DDR变更处理的时候是说我需要先把任务停掉 然后去比对上下游的表结构 然后去做对齐 是的 这种情况它其实相当于是 就这个里面是怎么去比对呢 就比如说我上游有个ABCD四个列 然后我下游 下游这个时候我发现是ABCF这四个列 那我怎么知道这个上游那个D列 它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我们现在是怎么做的呢 我们不太关注它是怎么来的 然后我们直接就是看圆表跟目标表相当于两个集合去做一个交集嘛 然后发现ABC是共同的 那么就是正常的 然后D是多的 那么我可以认为圆表执行了一个AltetableAddColumnD 然后圆表是没有F的 我们就认为圆表是执行了一个AltetableDropColumnF 然后我们会直接基于圆表Scammer去构造一个目标表的Scammer 然后直接去下发一个 像Azburg我们直接去把这个Scammer下发给Azburg 执行一个AltetableScammer的一个操作 然后像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数据库的话 我们可能会自动的去拼一些Circle去执行这个变更 OK 那这个 就如果圆表是relaym这种操作 就第一种情况是relaym 第二种情况是删除一列又加了一列新列 就这种两种情况 就比如说圆表那个ABCD的D列 对吧 然后它实际上是由 木标表 它实际上是由原来的异列改成的D列 这是一种情况 这种情况下 其实我们只需要在木标表取取类目这一列就行了 数据还是保留的 还是存在的 另外一种情况是 这个D列它是把原来的异列给删掉了 然后同时它又把 接着它又把D列给加上了 那这个时候在我们的木标表里面 其实是应该把原来的那一列删掉 然后重新再加一个新列 这时候数据其实是没有的 这一块我们是怎么去处理的呀 这一块我们之前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我们其实没对它做处理 我们统一地认为它是删了一点 加了一点 然后很自然的 它就会导致那一列的数据全部丢了 这个问题比较尴尬 我问这个问题是 因为我们在做数据基层的时候 很多用户它是希望在 因为我们知道实时同步 CDC同步一般我们需要关注 SCHEMA ULUSION 低调变更 但很多用户它希望在离线任务的时候 它也能够去做自动的表结构变更 所以想看一下你们这边是不是有什么好的方案 我们离线跟实时其实做法一样的 实时就是我们收到那个LTable的时候重启一次 然后离线的话就更简单了 就是每次调度之前 我直接比一下两个表的SCHEMA 一致了我再去直接同步数据 不一致了我先对齐一次再去直接同步 好 谢谢 其他同学 对 我有个问题 刚才你原数据应该是用了明天讲Grappetino 对吧 对 那个原数据你在是拿它什么场景在用 就是我刚才看你只是把那个表给它写进去 然后查一下表结构 然后好像把密码放进去了 存一下这还有什么场景在试 其他场景我接受不是很多 我们老板在其他的会场在分享这个 这块的内容 好像跟那个AI的数据管理的那块有关系 跟那个Iceberg结合起来 从一些非结构的话数据 但这块我没有参与联络量 我不是很了解 我可以跟我老板提一下 没关系 明天那个史绍峰会来介绍一下 对我也是看见孙老师的那个Tetle 好的好的 再次感谢咱们孙老师 谢谢 好下面就是Apache Citano的PMC Chair 也是北京开源的架构师